让我有个美闻旅情 让我记着有多高兴 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 太收拾你的关怀 分不开 镜头前的这一位 就是香港知名音乐制作人林建华 这次耳熟能详的旋律 既是天王天后的歌 也是他的歌 在年少时遭遇的感情挫折 让他为莫文卫写下了忽然之间 而诚意迅吏与我常在 这首第二十届十大中文精曲奖的 最佳创作歌曲 则是这位作曲者 在梦中所作的精曲 第一只离不开就是忽然之间 莫文卫 其实那时候我将这个demo delete了的 因为这个demo一听就会 重新会带我进入了一个很低潮的状态 所以这个都是这首歌的特别之处 另外一首就是与我常在 亦都展开了陈奕迅时代的 其中我想是一个代表的一首歌 亦都是我那时其中一首是发梦作的歌 从1995年进入华语乐坛 迄今创作和监制了超过350首歌曲 作品遍布香港台湾的资深音乐人 如今在广州开拓了自己的新天地 从台湾开始进入乐坛 再到香港将自己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 发挥得淋漓尽致 如今林建华又将目光放在了广州 在广州珠江边 他的公司已经创立了一年多的时间 墙上展示的都是和他合作过的港台明星 回忆起过往林建华感叹 在香港乐坛打拼的日子 自己就像是超人 当时真的每天都是六点多七点才睡的 早上的生活 所以那时那个消耗量 我发觉自己都超人来的 但是这种不断透支下都要停一停的 所以我觉得下一个势头 或者应该更好玩 或者作为我们本身也是中国人 就是有一个中国文化的根 去想去做好这件事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就在未来 肯定就要往内地去伸活和发展了 从2010年开始 林建华开始到内地工作 到了2013年 他决定定居广州 一是为了修养身心 找回健康的生活节奏 二是那时候的他 就已经对广州的文化产业 有着自己的见解 并且预期内地市场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实我那时候我就已经看进了 广州是未来这五年十年来的 一定是一个焦点 文化的焦点 因为广州本身和香港都是一物相成 我们大家广府话语文化 都是一样带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在根那里 在广州这个源头是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各样在发展方向 我觉得广州是一个很适合生活 和静静地慢慢调整去发展的地方 所以很开心地在广州生活 现在公司不仅专注于音乐制作 也着手培养艺人 业务也拓展到电影制作等领域 在上海 成都等城市 也设有分公司 林建华说 这些成果是他在香港的时候难以取得的 但却是他选择来内地发展可以预期到的 在政策上 在一些项目上的一种资源上的配套 我觉得令我觉得很被关怀 令我觉得真的有帮手 我觉得这些是这几年我觉得特别 很奇一些 成都也好 去到上海 其实每个地区 每个省市 现在都发展得很好的 他们每个省市都需要不同的一种文化的元素 去冲击去创造更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 香港音乐人或者文化人 是很有这种优势的 在个创意上 林建华表示 内地丰富多元的文化 给予了他新的创作灵感 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创作者 最为看重的地方 而香港流行音乐和文化产业 也曾经走过辉煌的黄金时代 林建华认为香港的人才 很适合到内地施展才华 就像最近 不少香港艺人 来到内地参加综艺节目 表现广受好评 香港元素的市场接受度 其实很高 而随着深圳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建设 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港人北上正当时 我希望慢慢在广州这个地方 或者我们J01音乐乐本身 我带动的公司 都能够贡献到一分力量 去创造一个很精彩的市场 像湾区这样展开 我觉得这件事是看到的 也会做到 我希望你们能够购买的一个很新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创